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兰语青少年活动中心 来到这边呢 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 就是部落公法人 以及原住民族自治 其实原住民族基本法在去年修法之后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文 它增加了部落公法人 但是到底是什么是部落公法人 部落成为公法人之后 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我们要特别要谈的就是 这样子的问题 也想请现场的观众朋友 能更加理解部落公法人 另外要谈的是原住民族自治 其实原住民族自治 是原住民族社会运动 治中的一个目标所在 但是很多人谈到自治 就会想到兰语 为什么呢 兰语其实呢 它的民族相当单一 我们有九成五以上的族人 都是我们的雅美达物族人 而且它的空间是非常的完整跟独立的 所以很多人在谈原住民族自治 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兰语香 甚至呢在部落大小生的节目专访当中 我们就访问到我们的现任的蔡英文总统 她特别谈到兰语是可以来做一个原住民族自治区的一个示范优先区 其实我们特别来准备蔡英文总统在接受部落大小生的专访 待会就播放给现场主人来看 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的主人朋友能够踊跃举手发问 对于今天的议题来表达您的看法 好 我要先来介绍今天参与的五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要特别介绍是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代表 她是纵会规划处的副处长 亚伯斯佣她是我们的邹主人 你好 好 欢迎您 好 第一位是要特别介绍的兰语乡长 她是我们小曼甘拉姆 乡长你好 主持人 好 第三位我要介绍是兰语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马拉欧斯 你好 好 我的兰语是马拉欧斯 在马拉欧斯学院讨论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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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对不起 谢谢zos 请 spec 到 现在 FTG 的认赏活 本期上 Meu我是帮我 亚伯斯学院讨论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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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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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专论专论 你参immun 你好 董大哥你好 好 欢迎您谢谢 谢谢五位来宾来参与今天部落大小 身在兰语的外场谈的是部落公法人 以及原住民自治 而现在其实最重要是我们现场的观众族人 您的提问 请您踊跃来发表您的提问 在进行讨论之前 我们一样看一下我们所准备的新闻影片 立法院去年12月三读通过 原基法增订第二条之一 条文内明定 为促进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发展 部落应设部落会议 部落经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者 为公法人 而部落公法人的相关权限内容 将由原民会定义的部落公法人组织设置办法来规范 部落作为一个法人 公法人 他可以成为传统之为创作专用权的专用权人 那另外还可以再 透过其他的行政委托等方式 让部落逐步的去行使更多的公权力 我们会把现有的部落会议 实施要点转化变成法规命令 那就届时那个部落会议的这个位阶 它的法律层级就会更获得确保 目前原民会内部草拟的部落公法人组织设置办法草案 主要内容包括部落公法人的核定 组织设置和部落会议议决程序三大部分 该办法在5月20日已经完成了14天的公告 接下来要经过专家学者的讨论之后 才会正式发布实施 怎么样让这个部落会议的运作 以及它的执掌 以及它的诚系 以及未来部落传统领袖的一个产生 怎么样去尊重各个族群的一个传统规范 都必须在这个办法里面来做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规定 部落被核定为公法人之后 不只是文化的自治 也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以部落为主体 可以向乡镇市公所 透过办法协商机制 有偿或无偿的取得土地 这也有助于原民会 依照原基法第21条 订定有关原住民族土地 及周边一定范围公有土地办法进行划设 部落作为一个公法人 他未来可能可以负担的公共任务里面 我们初步的规划是希望把传统领域土地调查 还有自然资源的保护这些事项 都可以纳到部落 未来可以执行的公共任务里 划设的过程中 遇到了其他部会 或者不了解的部分的话 那届时当然本会就有负担更多的协商的机制 虽然原住民族部落 透过法律成为国家体制承认的单位 在现行的地方制度上似乎给了部落族人更多自治的空间 但部落公法人的自治权能不能超越乡公所 部落会议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还需要部落正式核定之后观察执行的结果 让原住民社会不断的进行讨论 好这是我们制作单位所准备的新闻影片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去年12月份修法之后 到现在其实才经过半年 到底什么是部落公法人 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的副处长 副处长请问到底什么是公法人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公法人 它是一个法律概念 它是指国家依照法律来设立 为了达成公共目的 而具有可以行使公权力的权能 然后可以当作权力义务主体的一个公共团体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所谓的公法人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特征就是说 它是必须要是国家所设立的 它的目的就是要来承担一些 国家本来要提供的一些服务 因为我们知道说 国家为了要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 它会设立各种不同的机关 设立各种不同的公法人 比如说为了要去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我们地方自治的服务 它会设立这个乡公所这样的 乡这样的一个公法人 或说为了要提供很多的 提供这个水利的服务 所以会有这个水利会这样的一个公法人 那同样的为了要去满足这个部落的需求 所以它也通过法律的规定 让部落成为一个公法人去行使这个法定的一个职能 是 副主长我请教一下 所以当部落变成公法人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推进援助民族自治吗 其实部落成为公法人之后 它会有很多的一个面向来观察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很多的族群里面 部落它本来就是一个权利义务的主体 它本来管理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有的族群的部落 它可能过去的狩猎或者土地的管理 都是由部落来进行 那但是后来这些权能 都被国家的其他机关所拿走 那假设将来部落能够成为公法人的话 就可以透过公法人的机制 慢慢把这些管理的权能拿回来 所以它在这样的角度来看 它当然是可以促进民族的自治 是 好 我们刚刚听得很清楚 就是原木会的副主长他有特别提到 现在在政府在推动这个部落公法人 他其实是为了原住民族制度而设计的 不过也许我想问一下我们东华大学副教授 我们的谢老师 老师我特别想提看看您的观察呢 就是部落成为公法人之后 你觉得原住民现在的现代社会 或传统社会来说 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首先是提到的是法律层次的问题 那刚才副处长已经有提过 就是说这是一个就一个法律的概念 但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说 这个法律的概念是从哪里而来的 那以我们这个兰语这边来讲 就是我们其实会常常听说 我们这边已经是制成一个 自己有一个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面的 自制的架构的形成 然后对于这个中华民国体系外的 这些制度其实或是法律 它其实是某个程度上面的破坏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拉回来 直接在看兰语的这个现况的内部的时候 我们似乎看到的是说假设这个部落公法人 他必须还是依照这个行政院 圆明会的这个部落的制定 然后公告 然后他去符合他的所有的刑事要件 他很可能对于兰语的是一个自治上面的 我不太 我没有办法肯定 他一定是走向一个积极往自治的方向 那或许他造成的更大的是一个 对于族群内部或者是整个兰语 这个准国家概念的一个破坏 是 所以老师你反而是 对这样子公法人 你保持不是很乐观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最主要的冲击会是什么 冲击到现有的比如说相公所 或是还是我们原本的部落的传统组织 对 我觉得冲突的就是 譬如说他现在的这个位阶上面不明显 那他的位阶到底是属于在什么样的阶段 那对于我们现在目前部落的已经 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整个肯直者的制度上面形成的概念 他可能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规范 或者是说他的运作的方式 那这些会重新再来带动的是一个角力 那我个人在兰语这边我会看到的 他或许他是没有办法 是真的去看到我们走向要完全走向 就是走向自治的那样的一个形态 好也许现场来宾会有不同的一个观察 不过呢我想在进行马上要进行的提问的这个部分之前呢 我想要先问一下我们的夏曼长长 你怎么看这样子 虽然谢老师会认为是对于现有的体制会造成冲击 但是你身为一厢之长 你怎么去看圆明会 甚至我们这个国家所要推动的部落公法人制度 我们蓝宇达物主呢 跟我们台湾的原乡部落 在文化民情都不一样 那台湾原住民他们有陀木制 但是蓝宇门也是一个平权的社会 那如果部落有公法人这个在成立 那他的位移街是不是跟公所 是不是平行 那六个部落的公法人跟公所 到底这个要怎么去处理 很多相关的问题要怎么处理 如果说像我们部落的家族 有家族有村长 还有我们理事长 还有我们就是公法人的主席 那如果我们社区里面的这个主席 公法人主席 他是以家族的 那村长这个部分怎么处理 所以在社区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部落都同意他的做法 那如果说六个部落公法人 那如果他不听公所得呢 那怎么办 好 其实商长提出非常多 因为上次也是现场观众朋友的一些提问 待会我们会请我们的副处长 跟我们其他两位还没有发言的来宾 一起来做讨论 跟建议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 欢迎我们的主人提问好不好 有人对于部落公法人这个部分 想要发表您的看法吗 或者是你自己的观察 好 我们现在有要提问的朋友们 麻烦请举个手好吗 主持人 各位来宾 长官 各位长辈 大家好 我是蓝云青年联盟的来自也有部落的福亚恩 我所要提出来的是东青七号地预办厂事件 前一阵子预办厂事件因为厂商看中一块 属于东青村的一个传统认定的公共土地 公共土地的意思就是 它不属于个人 还是属于村子跟村民共同共有的 当时预办厂要准备要盖这个预办厂的时候 它有宪府的统一的公文 还有更夸张的 它有经过乡公所同意 可是它没有跟村子里面的村民讨论 经过他们部落会议之后要 因为这个预办厂他们就不同意 那要准备要退掉 反而是厂商是强制要建厂 变成是因为预办厂有宪府跟乡公所的公文 说他们是依法行政 这就很本末导致变成是族人抗议是违法 然后竟然连警察都要过来要驱赶我们的村民跟乡民 变成是发生冲突就很严重 我想要请问说当部落公法人可以凌驾于县福吗 当村子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公法人可以否决或推掉这个事情吗 因为现在变成是遇到这种事情变成是村子 村民我们变成是违法的事情 难道我们村子我们来与乡民一定要流血流泪 才能够把这些这个事情才要退掉吗 我是想问说部落公法人有办法否决 像这种部落不同意的事情 好 谢谢阿优宇 谢谢 非常谢谢你 您提的问题真的很重要 刚刚我们商长特别提到 部落公法人他跟商公所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的权利是什么 甚至刚刚那位青年所谈的问题 我们先写处长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回应 我们把这些问题我们也请来宾一起分享跟回应好不好 我们的副处长先说 好 那针对刚才青年联盟所提到的 东清7号地域办禅的问题 他其实应该是这样来解释 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可能不见得 要到部落公法人的层次去处理 因为在原住民族基本法的21条里面 他其实已经提到 就是说政府或私人要在原住民族的公有土地上 去做土地开发的话 本来就应该要先经过原住民族的同意 那我们也按照依据这个规定 去定在今年的1月4号 定了一个原住民族同意的一个实施办法 就是说那只要说这个预办产这件事情 它是属于21条所规范的事项 它就必须要再事先获得部落的同意 不然的话它的行政程序上就是不完备的 那行政程序上是有瑕疵的话 它就不能够去 公部门就不能去指指这样的一个案子 那我们的部落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反对这种 没有经过部落同意的一个建设开发行为 是但是如果是部落公法人成立的时候 像东青部落它如果经过你们核定为部落公法人之后 那它的权利会凌驾在比如说 县政府或县公所这个部分吗 目前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其实 部落公法人目前所能承担的这个职能它跟县政府跟这个相公所它是有区隔的 如果说它是属于县政府或是相公所的这个自治事项的话 那它基本上它就不会是部落公法人的事项了 那我们目前所规划的这个部落公法人的任务 它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 部落区内原住民族土地的辅导管理及利用 那原住民族土地它其实包含两类 一类就是所谓的原住民保留地 一类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那换句话说原住民部落里面的原住民保留地跟传统领域将来都会是部落公法人 它可以去管理跟利用的一个土地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假设这个将来成立了部落公法人之后 它是可以去管理跟利用这些部落的这个传统领域土地的 是 这是目前原民会的规划是不是 好 那我们回到兰宇湘的整个现况 据我所知兰宇湘大概九成都是公有保留地 我们好像很少是个人的土地 也跟因为兰宇整个传统领域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我想请问一下部落文化基金会的监视 董监视对于刚刚原民会所特别谈到部落公法人 它对于土地上面的管理可能是在原住民保留地 那对兰宇来说如果说部落真的成为公法人之后 真的会有任何比较正面的发展吗 我想同样问题也请教我们的基金会的执行长 其实我觉得原民会的长官可能太乐观了一点了 那讲白点兰宇的所有土地它怎么可以是原住民保留地 它每一块都是属于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的 那部落公法人他可能会所谓的拥有土地所有权 这个部分我也会提出相对的疑虑 那土地法呢土地法它的位阶在哪里 还是说部落公法人 或说部落公法人他申请土地所有权的时候 他可以不用去管土地法的相关规定 当然如果是这样子我非常高兴 我们就不需要试用土地法 所以这里面会产生很多的疑虑 包括部落公法人他的权责是什么 他的任务是什么 其实我从草案里面看 大概部落公法人的任务 就是要有原住民主自治政府 或者原民会受权委托 他带行某些行政行为而已 那实质上他没有什么权限 所以在我个人来讲我会有一点疑虑 是好这就是董娟氏的看法 那请问一下执行长这边的一个观察 也许因为刚刚其实我们的副长有说 相关的部落公法人的相关的草案 其实还在草泥当中 那也许在滞后在原住民委会 在制定相关的部落公法人 他怎么样去被核定 或者他有什么权利 也许执行长可以给一些意见 我觉得自治是南宇必定要走的未来的出路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在整个中华民国的地方自治的基础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乱象 那比如说新政府对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地 或是自然资源的管理的尊重 跟这个相对的这个协调的力量跟工作做得不够好 那包括我们的裁员 我们的土地利用都受制于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的管理 所以这次是一个必定应该要走的路线 那回过头来是部落公法人 我们在可以看到从法条的基础来看 看起来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处理土地的这个所有 比较明显的功能 但是我会觉得部落公法人的设置 似乎在回避最具有正当性 要成立民族自治区的这样的目的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又被锁死在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成科里面 让他跟这个是不是具有法人的地位 能不能具有土地的这个问题 变成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处理的层面 所以我会觉得未来如果公法人要继续执行的话 我觉得会应该要秉除几个问题 第一个公法人他的成立的目的 怎么样直接跟自治业务有相关 我觉得在未来公法人是必须要考量的 那再来是部落公法人在兰宇的设立 我觉得在各部落 因为过去各部落其实在兰宇都是独立的权力行使体 所以我们很能够理解每一个部落都不会互相为附属 那所以部落公法人在未来怎么样能够继续延续这种部落自主自治的这个精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部落公法人在未来怎么样涵盖 我们每一个部落都有四到五个家族的这个权力行使的系统 比如说像渔人 这个家族他其实掌管了所有的土地的运用跟支配 那这些土地运用的基本的传统逻辑 怎么样在部落公法人里面继续被存在延续 我觉得是未来公法人最大的一个挑战 基本上我会支持让自治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基础 也就是部落基础去行使 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 好 谢谢执行长 我想问一下园民会到底部落公法人 因为法条上面是说部落要变成公法人需要园民会核定 相关的办法也需要园民会来制定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在现场这么多朋友对部落公法人有些疑问 你们会不会办一些说明会 来跟我们的族人来做沟通 或者是接纳我们各部落的意见 再来制定相关的法呢 您可不可以做个回应 目前这部落公法人的进度 因为他是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 立法院通过修正原住民族基本法的 然后增加第二条之一 然后就是说未来部落可以成立公法人 部落的公法人 那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演理了一个草案 叫做部落公法人组织设置办法草案 那当然这个草案里面 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个草案的一个精神 它的精神它其实就是部落公法人未来的组织 它基本上是由部落自己去决定的 它将来要订定一个占程 订定一个占程里面去规定它的组织 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任务 任务也是非常弹性的 我们希望说尽量能够把部落传统的职能 能够尽量在变成公法人之后 它有一个公权力去行使过去本来的职能 我想刚才我们那个马劳斯他有特别提到就是 我们这个部落公法人里面以后可能会有好几个家族 那在可能在岛祖里面 这不同的家族 它可能就是会跟土地的管理等等的会有关联性 那在我们的这个目前所规划的草案的任务里面 它有一些是说 我们传统规范的整理传承跟推广 它也是部落公法人的任务之一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传统习惯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不见得会跟这个部落公法人 会是冲突的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其实部落公法人未来它的样子 可能每个族都会不一样 我们州族的部落公法人 跟亚美族跟这个阿美族的部落公法人 可能都会长得不一样 那至于说刚才主任人特别提到就是说 我们这个部落公法人未来会不会到各部落去做说明 征询大家的意见 会我们现在就是 虽然说这个草案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每个族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到各族去去征询大家的意见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要纳入到这个办法的草案里面 我们希望说这个办法一推出来的时候 不会说好像只适合某些族群 那某些族群就不能用 我们希望说将来这个办法是 每个族群它都可以找到 它可以用来争取自己族群权益的一些条文 然后能够符合我们的这个 符合每一族的这样这个需求 好 非常谢谢副处长的说明 那再经过大概20分钟 讨论会不会听到我们在地族人的声音 到底部落公法人的推动 对于蓝宇 我们的亚美达物族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是我们后续要做观察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要回到现场 要谈论的是原住民族自治 如果我们的亚美达物族人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自治区 那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 谈心水电视 我觉得是可以担到植物的讲 试着讲出自己想要的心水 毕竟台北居大不易嘛 对 那这些分类呢 第一个它是依它成瘾的一个级数 还有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性质 做一个分类的 直播它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商机 它在家里 设定一个简单的摄影棚 光打得好 有镜头就可以了 记得准时收看元氏十六台 报什么事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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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一二三岁 怎么打死人 怎么打死人 第二次 没有信心 你地球很有认识的人 张老师做什么的 不是啦 走了啦 我们还有 美中山下午五点半 希望我帮你去玩玩 更多精彩内容 请大家准时收看哦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 在蓝宇的外场 现场我们有非常多的 我们的族人朋友来谈 我们今天要谈两个很重要的议题 刚刚我们大概二十分钟来谈的是 部落成为工法人 他对整个达物跟雅美族人的 一些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原住民族自治 那其实在部落大小生 在文领选举之前 我们访问过我们蔡英文总统 那他也提出他的原住民族政见 其中就包括了原住民族自治 但是他的自治的概念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以下这档专方内容 我觉得现在的法案 其实说现在的执政者所提出来的法案 他缺少了很多实质的问题的处理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来说下下一个阶段 我们还是会再提出我们版本的原住民族自治法 那更实质的来强化这个自治的这种走向 那我们讲的所谓的实质的自治 其实包括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就是有明确的空间的范围 第二个我们要把这个土地的权力 把它明确化 第三个任何自治都是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叫做稳定的裁员 如果你如果没有稳定的裁员 你的原住民族不会有这个实质的自治的可能性 所以这三个是我们在原住民族自治法里面 最三个最重要的元素 那以至于在这种 这种几个重要的元素之下 我们还有一个进程 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原住民族自治的问题 您继续说 那我们的最重要就是说把法律通过 法律通过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筹组一个自治筹配团体 由原住民族来组成一个自治筹配团体 那这个自治筹配团体呢 来跟政府来一起来讨论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开始进行 这个原住民自治的这一个整个过程 这个自治团体是指各族都要成立一个自治团体 我们可以都可以讨论 它也可以是一定的空间领域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在我的家乡有八个部落 从这七个就是排完族 那他们的原和比例 其实适合有一个自治的一个轮廓 或者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基础 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觉得蛮适合 就是蓝宇 那个地方就是完整的一个原住 空间很明确 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明确的情况下 我们有一个自治筹备的团体 然后我们再进行来讨论说 我们这个自治政府要是什么样的功能 要是什么样的组成 那我们就这个自治政府的组成 我们再来协商 跟我们现在的执政的政府 将来很可能是民进党执政的政府 来进行协商 说这个自治政府它的组成 应该是什么样的组成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自治民 原住民自治法里面 有一项明确的规定 就是让我们的部落可以变成公法人 它是法律上的一个实体 那也变成是将来自治 走向自治的一个基础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些法律的铺陈 再加上这个自治筹备团体的成立 跟政府在一个对等的基础上对话 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 把这个整个自治的过程开始实施 那我们也不排除就是找出几个 明确空间的范围的 这几个原住民族的地区 我们来开始来做示范性的 这种自治区的这种作用 好 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在总统选举之前 我们节目特别专访我们蔡英文总统 但是他谈的是原住民族 他所提出的一个证件 特别他提到了兰语 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空间很明确 另外一个包括 另外还包括我们的民族是非常的单一化 都是我们的养美大户族人 所以关于就是蔡总统 他所提出的一些看法 我们待会会特别请教我们的族人 对于总统这样子特别讲到兰语 来做一个原住民族的自治示范区 大家想法是什么 不过在进行我们的现场提问的这个时间之前 我们先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来宾的观察 我特别想要问一下我们的乡长 乡长就是刚刚蔡英文总统我特别提到 他很希望兰语可以变成一个示范自治区 但是就乡长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呢 乡公所跟这个兰语 也许叫亚美跟达雾的原住民族自治示范区 它的关系会是什么 你希望乡公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谢谢主持人 很感谢我们蔡英文总统 就是愿意让我们兰语成为一个示范区 希望这样的宣誓是能够是持续的 那兰语要自治 但是如果是由上而下 那绝对是对兰语有帮助 那如果用法治 用政策面的方式来让兰语来自治 我们兰语的地方很欢迎 那如果这个自治是由下而上的话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就像我们兰语这个地区 六个部落 六个部落就不一样的一些 一些部落的一个规范 一些禁忌 那如果说中央是政府 他愿意要我们兰语做一个示范区 是不是帮我们一个示范 帮我们的安排 帮我们一个规划 适合我们当地我们族人的一个自治的状态 这样的话才能够容易做得到 那如果你说兰语要自治 那兰语要怎么自治 所以应该政府 既然我们兰语是最合适的 在十六个厨区里面是最合适 最有这个权力来自治的 希望政府能够也帮助我们 来协助我们来做这样的自治 才是我们想要的 是 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秀兰施老师 老师也许在场的观众朋友 对于这个自治这两个的概念 其实是很模糊 我们现在兰语不是自治吗 还是未来像蔡英文总统所讲的 一个空缺明确 还包括土地的规范是明确的 甚至还有稳定的玉山裁员 奇怪 这跟相共所现在做的事情 似乎是一样 但是我们所谓的援助民族自治 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是必须要拉回来 到我们那个原基法的地位里面 再怎么样看这次 那实际上原基法的这个位阶是相当的高的 那我觉得必须要提醒的一件事就是说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她谈到的 这是这些空间 然后土地权的实质使用 还有裁员 这些就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其实在整个要记得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陈水扁她在当候选人的时候 她在签这个新伙伴关系的时候 其实她第一站就是来到兰嶼 那蔡英文总统她在提到这个时候 她讲的是示范区 可是我觉得是需要修正的 她可以直接就叫做 我们透过原基法里面 谈到的自治里面的示范区 而不是示范 为什么示范跟示范不太一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示范的话 表示说那其他的台湾本岛的 这些原住民的区域都可以仿造这个模式 但是我们在兰嶼这边 很明显的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必须要谈的就是说 拉回来我们在谈的整个转型正义 这个转型正义如果我们在谈自治的时候 裁员怎么来 转型正义里面 我相信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当我们用一个所谓伙伴关系 就是我们是一个自治政府 我们不一定要透过原民会去协商 而是我们一个准政府的态度 是用伙伴的关系 去跟中华民国政府协商 那这个协商其实你可以透过 你整个在啃直政府的执行之下 造成我们兰嶼里面的一些破坏 包括核电核废料等等把台湾的东西拿过来 那这一部分可以透过赔偿金的方式设立成基金 让我们在兰嶼这边不管是在空间明确 或者是在权力上面土地的使用里面 直接是实行那个自治 它是本身是一个政府的概念 那如果我们拉回来再谈说 或许部落公法人他可以在这个自治底下 他会变成是一个转机 而不是先自治 先部落公法人走向自治 我是觉得法律上可以直接在兰嶼实施的是自治 然后这个自治之后我们再来谈六个部落里面 他怎么样一个是一个自治的 那个政治的实体 参与在这个兰嶼的国家的这个自治的 老师所谈的是援助这个民族的自治的目标 是不是老师 刚刚我再补问一个问题 其实刚刚商长特别提说 其实政府要推动这个援助民族自治 它其实是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其实这两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在制定法令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要先谈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由上而下 就是说它一体适用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的法规一项都是这样子 是为了便宜形式为了管理 包括土地的登记等等 但是这种由上而下 常常造成的是不符合当地的 这些传统运作的模式 而且这些传统运作模式 可能会产生在伦理上面的关系的破坏 那假设蓝嶼 它的确是一个最适合的自治的 就是说在台湾岛里面 在想象蓝嶼是最适合的自治一个模式 那的确是可以 但是这个可以必须要能够拉回来 六个部落它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个自治的实体 在这个蓝嶼的国度里面 怎么样跟中华民国在台湾岛上的这个政府来谈判 是好那我想特别问一下我们的 这个不符合化基金会的那个董监事 我想问一下 对我们对原住民族基本法 自治权的相关的条文 其实政府要依原住民族的意愿 来保障原住民族的平等地位跟自主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基法的条文 让我们观众朋友现场主人能够认识 那它必须要来实行的是原住民族自治 而且相关的事项要法律来定制 而且国家要提供这个充分的资源 每年要宽列这个预算 来协助原住民族自治的发展 甚至第六条 我相信第六条这个大家比较少看到 就是说政府就这个国家 跟原住民族自治兼权限发生争议的时候 由总统府来召开协商会议来决定制 我特别想问一下董经事 你看这个原基法的自治的概念 来回到在如果蓝宇要变成个原住民族自治区 甚至将来会有一个自治政府的话 它到底跟县政府地方政府中央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从原住民族自治战行条例里面 它订定出来的 如果是蓝宇 它是属于 族区自治政府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原住民族自治政府 那原住民族自治政府上面 还有一个老板 还有两个老板 一个是原住民族委员会 另外一个是行政院 所以在它的位阶上面 其实反而是有点多头 那其实我觉得蔡总统讲这句话 要再来一半自治 可是我看这个战行条例的第28条 如果自治政府运作了五年以后就要撤了 那跟自治政府 大家在推 在那么辛苦做自治政府以后 你满五年了 你又要把自治政府猜测或者改制 那这样不是玩假的吗 是 这是您提出的疑问 刚刚董监事所提到的那个部分是在 在立法院曾经为了要推动原住民族自治的时候 在立法院要立法 但是最后没有协商完成 那这个没有协商完成 有很多的原因 那其中包括说原住民族自治政府 该有什么样的权利 这个在立法院没有办法获得协商完整 所以最后这个原住民自治战行推动条例 后来就没有办法立法完成 不过董监事特别提到说 里面还有一个条文是说 你五年之后 现在这个自治政府可能就要重新取消 再从头再来一遍 那这个是立法的比较新的状况 不过我们待会当然请原民会 因为小英政府上来之后 原民会这边到底怎么推动原住民族自治 那我们待会请一下副组长来做一个回应 不过我们现在就开放我们现场族人好不好 对于我们刚刚所谈到的相关的问题 如果还有任何不清楚的部分 麻烦就用这样的机会来表达你的看法好不好 好 我们先欢迎第一位我们的萨拉茂 主持人台上的各位来宾 各位现场的相信大家晚安 我是萨拉茂 嘎夫老家族 萨曼米西娃 那么刚刚看了那个蔡总统提到的原住民自治 特别提到南语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 他的说法里面就欠缺了 未来亚美打雾民主自治 这个方案我个人认为 我们要先确定是 未来如果新政府要给我们做一个自治的话 这个权限要多大 那么我个人对于这个议题 我已经发了 我是从民国八十四年的四月二十四号 关注这个议题到今天 好不容易在民国九十六年的八月 我炒你了 亚美打雾民主的民主自治区 一共是九章一百条 那么目前呢 这个还在 期待我们全体的打雾亚美族人 未来共同来这个讨论 那么这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未来立法院他们所制定的原住民自治 是符合十六个住群 所谓的一体试用 那可是我要问的是 打雾亚美民主的自治区 未来的这个母法 到底怎么来朝你 因此个人呢 我发了非常长的时间 也希望各位的乡亲 未来对这个版本的草案 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检视 至少我们要对新政府提出说 我们打雾亚美已经提出 九章一百条的民主自治的母法 那么未来我们比较辛苦的部分是 筹备以后自治条例的架构 这个才是未来我们很重要在自治工程上的一个执行 那么我们希望打雾未来的自治是二级制 是有中央援助民主自治主管机关 跟亚美打雾民主自治区二级制 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比照六都的这个模式 特别是自治的同筹分配款 我希望是只是提出一个参考 希望未来新政府在讨论到南与亚美这个部分的自治 我们不要示范 也不要所谓的示范 直接请政府来协助我们打雾主 来自筹我们未来自治的一个启程 我们不需要再来做一个示范跟这个实验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希望是有下而上 不是有上而上而下 那我们要求的是立法院未来通过的 原住民自治法里面的打雾雅美民主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政府提出 只要提供我们的技术 跟这个法院的这个财政的需要 谢谢 好 谢谢非常谢谢这位族人朋友 其实刚刚的这位族人所谈到 就是说他自己对于在这个亚美达雾族人 他自己有对于自治这个部分 甚至把它写成法条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政府在制定任何的 中央的法令的时候 其实呢就像刚刚系老师所讲的 他可能是一体试用 就是我可能就有一个法令 然后呢就原住民有16个民族 通通依照这个法令来示范自治 但是刚刚听到那位族人讲说 其实部落内部就有在讨论 如果兰宇我们的族人 变成一个自治区政府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我想问一下副处长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你们怎么做一个回应 当然首先说明就是说 确实过去从应该说从陈水扁担任总统以来 其实就一直有提出一些原住民族自治法的版本 那我们其实也曾经有四个版本送到立法院过 但是后来都没有通过 那目前最新的状况就是说 其实目前我们原民会并没有原住民族自治法的版本 就现阶段了 那主要是因为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的蔡总统 他从去年8月1号公布他的原住民族政策以来 他就不断提到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务实的去面对原住民族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他在520就职演说的时候 他就提到就是说要推动实质的自治 那刚才他我们看到他的 他的这个采访的里面也有提到 自治的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自治要有空间范围 然后自治要有土地权利 然后自治要有稳定的裁员 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资助 那他在去年8月1号谈话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要怎么样去推动自治 他说自治政府的架构要跟原住民族对等 充分协商之后才会产生 就是说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蔡总统的心目当中 他所思考的这个原住民族自治 他比较不是说像过去所想的一件衣服给16个人穿 16个族的人都要穿同样的一件衣服 而是每个族都要成立一个自治筹备团体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商的程序 来确定他的一个自治的架构 然后我想我们原民会现在正在按照这个蔡总统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指示 去规划这个新的一个自治法的草案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我们目前原民会还没有还没有自治法的草案 主要就是说我们我们要按照这个蔡总统 他所提到的比较符合各族需求的一个自治法的版本 去重新规划一个新的自治法 好 谢谢副处长 不过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欧师执行长 关于就是到底如果说原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也许可能各个民族会有一个属于各个民族的一个自治法 不过就你的观察 这个执行上面会不会有些困难 我会蛮期待这个政策的趋势 那因为我们过去可以看到从贬政府到马政府 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在自治的这个议题上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决心不够 决心不够 也就是说要让打悟这么样一个单一民族 单一区域自治的一个决心 其实看不出来在中央政府的决心 那因为其实地方从我们的公民意识可以整合 但是其实需要另外一个问题是 政府投注的资源其实是不够 在推动自治上面的资源其实是不够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这个小英政府它提出的政策取向是转型正义 那这个部分过去蓝宇所遭遇到的台湾中央民国政府的政策 法规或是预算的不足 其实在这个时间可以透过自治来去处理 那我们进一步应该要期待小英政府能够做几件事 第一个是把蓝宇这个自治区当作是目前施政的第一要务 那在原住民自治的要务上面 如果能够在行政院或在总统府之下去设一个 透过去解决转型正义去建立自治的基础的时候 从预算从人力从各个技术面去解决 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办法马上把蓝宇的自治去实现 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自治无非要解决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我们长期达悟需要的发展权 第二个是我们要的管理权 那管理权包括我们应该由我们自己的 这个对海岸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维护判定 或是这个检查这些体系 最后是我们的教育权 所以我觉得要看新政府应该要立刻在行政院 或是在总统府之下 赶快成立这样的一个机制 让我们能够及早实现自治的这个愿景 是 好 非常谢谢执行长 其实刚刚半小时的讨论我们可以谈到 虽然在蔡英文政府跟她的执政团队在选前 特别提到要援助民族自治 而且她是有一个空间明确而且是预算稳定 甚至她在权力这个部分也透露出来在土地权力 也许将来会再交给原住民族自治区政府来做 不过呢 关于刚刚上节的一个讨论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族人的心声 反而是比较希望说 如果在政府要推动自治的时候 应该来先请听一下我们在地族人的一个看法 而且法律这个部分不该一体适用 那我们现在先讨论到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要回来要讨论的是 刚刚我们自己讲特别谈到 到底原住民族自治区政府 如果真的在兰语成立之后 我们需要恢复哪些我们原本的权力 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来 物品那个铁皮到处乱飞 那个情况非常恐怖 我们也接到一些电话就是说 先把人救出来比较重要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冒着生命危险 我找几个去把那个老太婆把他救出来 青年慧他本来本身对部落里面 就有一个很传统的使命感 部落里面的人力的部分 其实是青年慧这一股力量 真的是很好的使用 因为他本身在部落里面 好像自己很轻松在画部里面 其实好像是跟我听到老人家的那个故事 都是好像都没有离开过 老人家说故事 我就马上有那个感动给他画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在蓝语外场的一个现场 其实我们刚刚谈了一个小时 把部落工法人还有原住民族自治 是現在目前的現在的政府想要推動的一些的法案 不過我們也聽到我們在地族人的心聲 很想問說如果我們的蘭嶼真的成為原住民族自治區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改變就包括權力的恢復 我們來看一下過去在原住民族自治推動條例 其實在2015年的6月份的時候 其實在立法院的朝野協商破例了 其中有一個包括在 如果原住民族成立自治區政府的話 它有哪些權力 在這個權力上面可能在立法院沒有辦法獲得共識 我們來看一下第24條 自治區民族在位在民族區內 它其實在原住民族自治區 它在有下列的權力 包括接受民族教育的權力 第二個來捏捕野生動物的權力 第三個採集公有森林產物 野生植物跟菌類的權力 還有包括第四個採取礦物土石之權 第五個利用水資源之權 還有第六個其他依法律來賦予的權力 我們回到現場 當時在這個自治推動條例的時候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條例的內容 其實在立法院的爭議也不斷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謝洛蘭希老師好嗎 老師我請問一下 為什麼這個推動條例一談到原住民自治區要有哪些權力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立法成功 這個原因是在哪裡 其實如果我們看其他世界國家的這個角力上面 土地它原本它一起來的這個最大的考量就是這個資源問題 那資源原本它就是一個引以為生然後從經濟的來源 所以非常多的肯執國家政府它不願意去做一個協商協調是很害怕 這些資源很可能是它變成它政府一個收入的機器 那甚至以蘭嶼來講它的海域它的主權 其實是會跟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在劃定的主權是有相衝突的 那所以我就是說還要再提醒了一次就是說其實我們在蘭嶼絕對有權力去思考 說我們要拉到準國與國的關係來跟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政府談判 是因為蘭嶼從來沒有讓渡過主權 所以自治其實它是一個比較低的這個層次的 那我們就是要用主權的思考來講說我可以這樣子 那甚至就是說它並不需要透過一個譬如說行政院底下的一個原住民主委員會 當它的主管機關好像當它的爸爸媽媽來幫你協調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原民會當成是一個政府它在協商事務的中間一個橋樑 但是原住民主譬如說我們在蘭嶼這邊 當我們要走向一個自治政府然後我們是用一個主權的觀念來看的時候 我們直接去跟政府談判那這包括我們裡面包括的水資源 我們的狩獵權我們的教育權文化權完整的把這些我們過去失去的要回來 這才是真正的自治主權的東西 是 所以它如果說原住民族自治區政府擁有更多的權益 它可能跟中華民國政府之間會產生一個爭議 所以在立法的過程當中會相當的困難 所以原住民族自治法不管是暫行條例還是自治法 它歷經了13年到現在都沒有立法完成 所以我還是想請問一下 也許大家對於原住民自治還有相當多的期待 也許問一下我們的鄉長 鄉長您好 鄉長請教一下就是說 如果以地方政府來看的話 如果蘭嶼變成一個自治區政府的話 你覺得還有哪些權力必須要恢復的 謝謝廚師人 現在蘭嶼的情況其實已經是有志的一個味道了 怎麼說呢 現在我們政府不關心我們蘭嶼 那我們拉到蘭嶼來 其實我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跟文化 只是說是不是要拉到說 是不是要把我們的蘭嶼鄉所改成蘭嶼鄉 支持政府 所以現在的蘭嶼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一切是遵循我們以前的我們的文化 傳承以前的文化到現在 所以我們已經習慣這樣的方式 很多的時間政府也不關心 那不管是在我們的漁業 我們的山林 都是我們自己來源在做 所以我認為只要說政府願意來協助我們來自治 應該很快就會實現這個問題 好 謝謝廂長 不過我還想請問一下董經事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第24條的那個內容 就是說包括民族教育的權利 葉捕野生動物的權利都應該是由這個民族自治政府來做 不過就我們的達烏雅美族人來看 他是不是還缺少 如果以你們傳統文化來看的話 他是不是還缺少哪些部分 同樣問題我問一下執行長 我想海域權這個部分其實沒有被列進去了 那其實蘭嶼很多的生活模式都跟海有關聯 那其實原住民第24條這個部分 其實這樣看是沒有看到這個區塊的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話也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可以把這些東西考量進去 然後要說的是這麼多權力一直不容易通過的原因 我一直覺得是因為漢人朋友立法委員朱公 他不願意放下他的既得利益 所以可能這條路會走得很長 是好 謝謝 那執行長的看法呢 對 就是我覺得現在現階段 蘭嶼的自治的議題幾乎已經到一個關卡 那其實在基層或是在部落 其實我們對自治的呼聲其實一直都在 但是我們找不到一個實現的出口 但是在上面呢 中央政府好像又沒有決心要去貫徹自治的願景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面向 我剛剛聽到鄉長的發言 其實它有些地方其實是保留的 那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從地方上面 我們可以扎扎實實的感覺到 目前的縣政府的位階其實對蘭嶼的整體發展的幫助是不大 另外一個是也會造成我們在相級單位 在執行相級業務上的一些困難 所以未來如果自治政府能夠去建立它比較高的位階 就像剛才謝老師提到的 它的位階是國與國的 那其實剛才老師也提到 其實我們沒有經過一個戰役合約來放棄我們的主權 所以應該自治的權力就必須要賦予給蘭嶼這個道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對自治是抱滿大的信心 而且是它可以從財政管理跟發展權上面 去解決我們過去所遭遇到中華民國政府 對我們不公平的對待 我覺得在未來可能這個路不管是在鄉長或是在民意代表 我們應該合阻一個籌備的機制 往自治的方向去賣進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您 我們現在就開放我們現場觀眾朋友提問好不好 要發文的麻煩請舉手好嗎 請舉手謝謝 大家好我是張韻晶 我想要請問就是剛剛其實就是有提到 來賓也有提到就是說海權的部分 那因為之前在制定就是國土無計畫法的時候 其實常常卡在圓民會的那個土海法沒有出來 所以導致有些空間沒有辦法畫質 或者是說海權沒有辦法確立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那海權的主權的主張會怎麼樣去處理 然後另外就是說 當部落成為公法人之後 剛剛圓民會的副處長也有提到是說 希望可以變成把那個部落會議的決議 或者是把它變成是有法律效令的 那這樣子的話那對於 比如說部落面對現代化的衝擊的時候 它可能不是直接面對政府 那這樣子的話那個部落公法人所決議的事情 或是透過部落會議所決議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去解決部落面對現代化的衝擊 好非常謝謝你 好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要發文 我們時間有限 麻煩要發文的請舉手好不好 好這位黃色的衣服的小姐是嗎 後面謝謝謝謝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 藍瑜跟台灣政府其實有太多的糾結 那台灣政府其實某種程度 他一直是給 用謊言給了核廢料 然後用自私要給國家公演 保護區或者是自治區 每一個心態都是比較自私的心態 為什麼藍瑜在遇到那麼多的事件之後 有那麼多的就是心態上面的抵制 整個國家政策的東西 其實因為藍瑜主要守護這個土地 守護這個自由 守護這個自由 活著的自由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不想一直被侵犯 那自治當然是一條路 可是這個東西 一直還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概念出現 那剛剛提到所謂的自治裡頭 包括了有土地的權利 財政的權利 空間的權利 關於財政的權利呢 其實我想提一個意見 就是說財政的權利 是不是照著所謂的資本主義的邏輯市場在跑 那原住民的社會裡頭 像藍瑜的部分 他有共產的影子 他有社會的影子 他也有很個人的 個人主義的影子 那原民會或是整個小英政府 有沒有去思考到不同價值的邏輯 再去規劃這個自治的部分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你 好 第三位有沒有朋友 我們再開放二到三位 開放二到三位 好 後面那個穿藍色衣服的朋友 也是一位女星 主持人 各位來賓還有各位主人 大家好 我這邊是有幾個就是 其實藍瑜走向自治的這條路 大家是我們非常期待的 那但是回歸到一點是 第三個小英政府所提到的 就是穩定的財源 那我想要就是請主任回想一下 如果說我們是需要走向自治的 那穩定的財源從哪裡來 那如果是發展觀光 觀光的最終的核心 是不是應該要文化的傳承 那既然是文化的傳承 那是不是 當我們在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 文化的一些衝擊 或者是觀光的很多衝擊 那我們族人是不是有那個 就是概念是 文化是要必須要被保留 我們才可以永續的去經營 這個部分 那我是在 你說那個原住民的那個 原住民自治的草案 就是還沒有去推動之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些部分 是譬如說部落的一些公法人 或者是部落的一些共識 這個部分我們應該是可以先走的 那如果說小英政府 他覺得我們在這個部分 要走向自治 是我們是非常適合的一個空間 或者是藍雨的部分 那他有沒有想到是說 就是要從哪一點去做 或者是應該是由下往上 去來我們的部落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去擰這個草案 才會符合我們當地所需要的自治 好 非常謝謝你 非常謝謝你 好 還有沒有朋友 我們還可以開放兩位 剛剛有一位朋友已經有先舉手了 有沒有哪一位 好 這位 謝謝 我們還可以開放一位朋友好不好 各位 大家晚安 那個後面的自治條例的部分 有關的假設性的這個議題 我這邊就不講 有關於這個公法人 跟這個自治的這個部分 不知道藍雨仁 是不是覺得很高興 每一次正當輪替 我們都會有震撼彈 陳水扁他說要 他一來要把這個儲存廠趕走 買飲酒來了 他也要把這個東西要趕走 現在又來一個 蔡英文 藍雨又要有一個東西下來 那麼對於這個民進黨 總統在對藍雨的一種規劃 我們有 至少我是這樣 我有太強烈的不認信 不信任 不是不認信 那麼因為 在政策反覆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不知道他們這個事 是不是很誠意 誠心誠意 有關這個公法人的部分 我希望我的這個後面的講的話 是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我認為這公法人在藍雨設計 它是一種陷阱 我們藍雨人是非常愛好自由的一個族群 那公法人一來 我不相信現在的藍雨人 他不具有自私自利的一個心態 所以他是不是會變成了族群鬥爭的開始 為了要這個權利 那麼這個是第一個 對公法人的一個 我不太信任的一個空間 那麼第二個是 公法人他是不是成為地方自治必要的一個條件 意思就是說 你要行自治 是不是你要具備公法人的這麼樣的一個基礎 那有關這個自治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自治 當然他有很強烈的一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中央政府離人民非常的遠 那我們看到 所以我這邊我這樣寫 這個對於藍雨人來說 離藍雨人最近的政府應該是藍雨相攻守 而不是在遙遠的台北中央政府 因為台北的觀點的國政思維 跟藍雨的在地思維是不可能相同 所以才會有這個自治的這麼樣的一個名稱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藍雨自治 當然是很好的一個方向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時機對不對 如果藍雨要自治 他們說藍雨要自治 我想問的是 你要自治之前 你為什麼不先把這個儲存廠 先強力地把它趕走 是不是 你要自治 你要自治 你這個東西 這鬼東西在這個地方 本來就不可以存在的 好啦 沒有啦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後面這一位 好 我要提的是 這有兩件事情 第一就是 我們非常非常贊成 把所有的主導權還給部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九十五年 伊拉拉利部落會議成立 我們有部落公約 部落公約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它的 當那些人不及遵守的時候 公權力這個部分 還有約束力這個部分 是相當弱的 所以原民會或是公部門 在這個 這個部分 公權力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一定的力量在那裡 或是參與 或是去投入在那裡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好 我們現在 後面這一位 我們最後一位 好不好 可以再一位 這一位 後面穿黑色衣服這一位 然後我們再開放一位 好不好 再開放一位就好了 主持人 上面的 各位 我親愛的同胞 我很想 問幾個 比較重要的問題 特別是副處長來了 阿菲菲歐 阿菲菲歐 我在想 知識區的 在原民會的設計上面 它的位階在國家權限上面 跟法律的干戈 你們給予多大的 那個權限在上面 原民主在 國家的權限底下 知識區的位階 你們原來的設計是多大 原民會在各個部會的協調 跟國內的法條上面的干戈 原民會 有多大的能耐 可以改變那樣的現狀 我只是想 問這個問題 問我們的主管機關 原民會 因為知識區 是他們在設計的 所以要請 巴斯亞 來回答這個 阿菲菲菲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最後一位 請舉手 好不好 這位請舉手 我就補充一點就好 在我們的部落裡面 是少數服從多數 在那個 在決議一些任何事情的時候 在台灣的法律裡面 是多數服從 少數服從多數 可是在我們部落裡面是 多數要服從少數 所以這一點你們必須要去了解一下 因為是尊重每一位族人這樣子 好 非常謝謝 還有沒有嗎 好 我們最後一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漁人社區的 村民 我真的要呼籲我們剛才 我們前面的村民的發言 法律的位階 是一種尊重 三個位階 地方制度法條規 法官解釋 都不可以預約法律 法律的規範 不能預約憲法 那我請問 現在部落公法人 我們的位階 在哪裡可見而知 知道嗎 另外一點 我再很快就講完 新政府上來 請尊重要 要我們地方自治 要地方自治 難以要自治 請聽我們難以的聲音 尊重我們的民意 我們需要的 請給我們需求吧 我們不需要的 請你幫我們解決吧 就這樣子 簡單 謝謝 謝謝 好 幾位我們現場族人的朋友 提的問題真的非常重要 其中有包括 到底部落公法人 部落成公法人 他的位階 到底在哪裡 另外還包括 如果我們的達悟 亞美族人 他有一個原住民族的自治政府 政府的位階 這個政府 自治政府的位階 到底在哪裡 那我還是很想要請問一下副處長 雖然您剛剛說 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目前還在討論 在草擬當中 也許很有可能 是跟當初 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提出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過就請您先回應一下 至少在會內裡面 有什麼樣的基本的看法 還有綜合回應一下 我們的族人的一些問題好不好 好 我想先回應 剛才有提到就是 過去我們政府老是碰到藍瑜 都是要給藍瑜 給藍瑜什麼 自治好像又是給藍瑜一個東西 那其實目前如果說 按照我們蔡總統的 整個政策的脈絡來看 他其實原住民族自治有兩個基礎 第一個基礎就是轉型正義 那轉型正義是什麼 它不是給你什麼東西 而是把你本來擁有的東西 而在過去被掠奪的 被剝奪的東西還給你 換句話說 在這樣的概念之下 其實所謂的自治 就是本來就是把你過去 把亞美族過去 治理這個藍瑜 跟他的周邊海域的這個權利 還給這個亞美族 所以它是整個一個概念的翻轉 那另外一個概念基礎 就是所謂的 承認原住民族的主權 我想在去年8月1號 蔡總統所提出的 這個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裡面 他就裡面提到就是說 承認原住民族的自主跟自覺的一個權利 然後要肯認原住民族的主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概念底下 去建構整個原住民族的自治制度 所以我剛剛提到說 雖然說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很具體的 一個自治法的版本 我想這幾個原則都會是未來 在規劃原住民族自治法的時候 很根本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就是說將來它的位階 當然它一定是依法 它一定會立法 所以它的位階不會比其他的 比如說我們的縣政府 或者其他的 它也有一個法令去支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也會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 盡量去把原住民族過去 本來就擁有的一個 治理傳統領域的權利 盡量回復給原住民族 然後讓我們能夠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去 行使我們的固有主權 跟固有的權利 好 這個是現在我們聽到 副組長對於之後他們會內 想要草泥這個原住民族自治法的 一個基本的態度喔 不過我是想請教一下我們的謝老師 老師我們談談 剛剛我們的主任說 這個自治區政府的位階 跟我們在我們這個民族 所擁有的自治權利 它會有什麼相當的關係 如果這個自治區政府 跟鄉公所一樣的位階 如果它跟縣政府是一樣的位階 那如果它是跟行政院一樣的位階 這有什麼差異喔 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可以不用問的問題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 這個副處長已經提過喔 就是小英總統他已經很清楚的去了解 他所謂推動的實質自治 他其實有在兩個基礎 一個就是叫做主權 一個就是在做轉型正義 那我覺得我們倒是這邊的族人 剛才很多年輕的朋友 都已經有提到了喔 就是說我們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蘭嶼 是跟台灣島內的其他的族群不一樣的 所以包括我們要怎麼樣行使 我們這邊的高度的這個民主主權 都是可以由我們來做的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去依照這一套方式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去談判獲得 那我比較想要回應的部分喔 就是說其實我們已經走向一個自主政府 或者是一個國家跟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關係的 這種實質的態度之下 那個實質的這個穩定財源大家很關心 剛才很多很關心喔 我大概又提出來的例子 因為有人不想要發展這種所謂的經濟觀光開發規模喔 那澳洲其實是有一個失敗的例子 因為原本就要講說國家資源的共同管理之後 他帶來的這個財政的穩定 但是實施了幾十年下來 其實他發現根本就是共管的機制之下 他沒有辦法讓在地的原住民有更好的穩定財源 是因為觀光客帶來的破壞 還有他能夠有的財源其實是比較少的 那但是呢 紐西蘭跟加拿大還有不小大小規模不一樣的是 紐西蘭是透過賠償的機制 他給這個部落基金 然後讓他自主的去行使教育權利 成立毛利大學 包括恢復族語 包括能夠行使他的所有應該有的主權 那加拿大就是他可以透過部落的行使 譬如說我們這邊很可能他只有這個部分 他有他的魚的魚苗 那他可以開放就是說 我們每一年賣了五千條給外面的人 那你必須要把這個基金繳回來給我們部落 那他會限定 因為他有主權 所以他可以跟他簽約說你們不可以複製等等 那我想這些都是有一些例子是可以參考 最主要的是要講說我們的蘭嶼已經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主權沒有讓渡 我們要的就是跟直接跟中華民國政府談判 而不是要求你給我增加預算你給我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自己位階上面是怎麼樣 我覺得實際上是可以跳過 是這樣子 可是老師在原住民族自治法 在過去立法經驗它其實非常漫長 它差不多十幾年的時間 但是我們雖然知道蔡英文總統她所強調的 在自治這個部分 它是有非常明確的一個政策 可是在立法這個部分似乎是非常的困難 在立法這個部分你有什麼要呼籲 或者是我們在場族人值得觀察了這個部分 真的會這麼美好嗎 如果原住民自治條例 好 因為剛才我們其實有提到就是說 對台灣島的漢人朋友有一些這個質疑嘛 因為既得利益者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倒是不妨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8月1號的對原住民族日的道歉 它帶來什麼樣的具體的承諾 總統要向原住民族道歉 對原住民族道歉 那我會希望她能夠很具體的去提到 對於蘭嶼這邊怎麼樣處理過去的轉型 過去的歷史不爭議造成的這些很大的歷史創傷 那第二點就是說過去在陳水扁時代 即使她有這個夥伴關係的這個良心善意 但是因為當時是沒有完全執政 我覺得這一次因為完全執政 並沒有任何推託支持 可以來做這樣子的規範 所以我想應該是所有的原住民族的立委 再加上所有的立委們 他能夠在民進黨完全執政的狀況之下 希望能夠有善意的直接回應如何處理轉型正義 如何讓我們的蘭嶼有實質自製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效力 好 那我再繼續問董監事 不好意思 董監事請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再回應一下我們的族人 剛剛所提出的疑問 或者是你有什麼話對我們六個部落的族人來說 像執行長 歐式執行長特別談到 也許我們可以先提我們自己 亞美達物族人的自製的相關的法案來做推動 甚至部落內部趕快來凝聚共識 這個部落需要什麼樣的自製的權益的恢復 你有什麼期許可以對我們的族人說 其實今天這個議題其實有點好玩 因為在我看來 部落公法人或是說地方自製政府 我們這樣看來看起來完全沒有立法權 也沒有司法權 你說原民會或是說行政院訂定了一些法 然後沒有法則 就像郎島部落的朋友講 部落公約他們已經訂定出來了 也已經公告出來了 但是如果一些 漢人朋友他硬要去侵犯這個公約的時候 也沒有任何的法來約束他 所以我覺得 地方自製 原子民自製這個區塊 我覺得立法權跟司法權這個部分 應該要被考慮進去 要被納進去 司法權跟立法權這個很重要 好 那我們的執行長呢 對剛剛以上我們的朋友的分享 甚至對原民會之後 要推動相關的自製條例 你個人有什麼樣的期許 我剛剛其實還是會回到 剛才謝老師提到的就是 我們在思考自製的高度 就是說你只是在 有一種方向只是在面對 相公所在地方自製的這個裁員 或是他的施展上面的能力 但其實我也會跟謝老師一樣 就是我們應該回到一個更高的高度 在轉型正義的邏輯下 其實我們過去的治理主權 跟環境主權是被剝奪的 所以在轉型正義的方向下 那小英政府應該在這個前提下 在蘭嶼把自製這件事情 當做是他首要要去確定的 否則的話 蘭嶼的壓力鍋其實會越來越大 那我們在面對核廢料 在面對我們很多外來觀光客 對我們的文化 對我們的環境資源的摧殘 那不管是車局備 或是說這個觀光客來 其實只是在消耗我們的自然資源 那這些東西如果在今年度 如果沒有辦法透過轉型正義去面對 去處理的時候 我覺得蘭嶼人會越來越更加不信任 這個未來的政府 所以最後我要提到的是 除了期待我們自己部落內 對自製的呼喊以外 我覺得還是要回過頭來要訴求 新政府應該正式 然後釋出更多的善意 讓蘭嶼的這個自製的願景 能夠最後實踐 我最後要提到的 其實我們很多鄉親所執行的 抵抗這個水上摩托車 抵抗這個外來的漁民 其實我們都是在執行一個自製的意志 這都是在面對或在呼求 在爭取自製的目標 所以我會覺得更擴大來看 其實蘭嶼人爭取自製的呼喊 我覺得這是很清楚的 而且我們會很期待 新政府能夠給予更多實質的誠意 謝謝 好 謝謝執行長 我們時間也許下最後兩三分鐘 請我們的鄉長跟我們的副處長 來做最後的結語好不好 鄉長請說 剛才我們討論了自製的問題 那我認為如果政府他認為 我們難以是最有條件的 符合來自製的 應該政府就要馬上成了一個 自製籌備委員會 這個最快 你討論了什麼 什麼示範啊 示範 我覺得是多餘的 你認為沒有問題 你就成立一個籌備會 對不對 這是最重要 那 這個比這個更重要的 也就是我們的合費的問題 那如果你政府要讓我們自製 那我們先處理這個合費料 簽出的問題 如果合費料沒有簽出 那你自製對我們籃語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的條件是 核費料先簽出 那我們這才能夠有一個好的結果 我們鄉民才會認同 才會高興 要不然自製了 核費料還在這裡也沒有用 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我們難以 合費的問題 也希望我們政府能夠 即時的來開始來推動這個 簽長的一個期程 希望政府能夠把這個交流放在這裡 謝謝 好 謝謝 最後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副處長 做個結議跟回應 好 那我想其實跟剛才大家都提到很多 對未來自製的一個期望 我想我們圓民會現在正在規劃一個 符合蔡總統一個政策目標的一個 原住民族自製的一個體制 那我想各位所提到的一些建議 尤其是特別針對 蘭嶼亞美族的這個一些 特殊文化的 還有它的一個治理傳統的一個需求 我想我們以後都會納入到我們的 自製法裡面去做一些考量 好 非常謝謝五位來賓的參與 其實部落大小生一直在針對 原住民族的任何的發展 持續的關注 在場我們的族人提出他們很多 對於新政府的關於原住民自製 跟部落公法人相關法令上面的制定 應該要到蘭嶼來聽我們的族人的心聲 要給我們族人的時間好好去思考 我們的亞美打悟族人希望什麼樣的自製 而落實在現在的國家法令 而不是造成更大的傷害 感謝大家的參與 非常謝謝五位特別來賓 我們下次再會 一起來 lo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